记者汤世民彰化报道,狂! 一辆游览车昨天从国道一号彰化交流到夏彰化市新平路后,竟突然直接往左回转,逆向行驶在新平路上,在四个车道上顺向行进的二十辆轿车驾驶全都看傻,纷纷停车不敢动,与游览车对峙,游览车驾驶又钻戏逢硬闯,小型车纷纷闪避让道, 让游览车扬长而去,不少驾驶都说,小车逆向不稀奇,游览车逆向才够狂,这个罕见画面出现在昨天上午时时曲,影片中只见一辆游览车从国道一号198公里,北上彰化交流到夏到彰化市平面道路新平路时,竟未顺向右驶进入彰化市区,而是突然往左回转, 整辆大车逆向行驶在新平路上,正好高速公路南下扎到处红灯,游览车因红灯停下,顺向等红灯的二十名轿车驾驶却被眼前景象给吓傻,与游览车对峙,双方对峙约一分钟,游览车才又往左偏移,试图钻出一个缝隙, 原本停车的驾车驾驶也纷纷拾去让道,游览车与小型车擦身而过,令驾驶们直呼,夸张。 还有驾驶器的说,根本是霸凌小车。 另有驾驶解嘲说,销车逆向不稀奇,游览车逆向才够狂,警方则指出,游览车司机辞举以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驶,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还。 常见逆向行驶行为多半是小型车辆,游览车逆向行驶还是头一回看到。